現在看到第二題,這題是成方的比大小 那成方的比大小我們可以先把B還有豬挖掉 為什麼呢?他這邊問說誰最小 所以,偶數的偶數四方會是正數 所以這兩個一定最大,不用看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A和G兩個選讓C的話 先把負數,負號遮掉 這邊是五分之二的五次 小一的數越常會越小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五分之二的五次會小於五分之二的三次 可是換成負數之後,他的大小會顛倒 所以負五分之二的五次會大於負五分之二的三次 所以答案很顯然就是 這樣各位同學懂了嗎? 這些時間 還有,謝謝大家